字幕提供 其實這個單位 全屋的傢俬基本上都是訂造的 因為單位比較小 很多時都會用一些變形傢俬去照單位 讓單位變得更實用 譬如餐桌、茶几 基本上的储物櫃都是特別訂造的 設計師將原本浴室的入口改了 令到長身可以放置一部較大的電視 亦都可以改變五門歸心的格局 在房間裏製造了儲物地台 提升空間 用了一個窗台的位置做了窗台床 看起來整個房間會變大一點 在不同區域會有少許分別 但最主要都是劃分為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飯廳 客飯廳和房間 第二個部份是廚房廁 說回客飯廳 我們最主要都會用防花板 焗油傢俬去製造 配合顏色和款式給客人 一來用防花板 亦都可以令到傢俬比較短 第二個部份是廚廁方面 廚房廁所用的廚廁櫃物料 會用防火防水的膠管 適合在潮濕的地方使用 其實如果訂造傢俬 我們一般來說 都會先上單位量度初步尺寸 我們可能是設計師 或者有師傅幫忙量度尺寸 使用到大約的尺寸和價錢 到真的訂造傢俬之前 其實我們會再有傢俬師傅上去覆尺 這個動作會再覆得仔細一些 包括真的傢俬的做法 碰口、收口 怎樣做 都會再清楚些表示出來